接下来上的东西是这里的重点 叫做板块的交界的类型 板块以中阳脊海沟新的折皱山脉跟错动性断层为继 我刚跟你讲过了 你看到这张图就会知道了 你看到这样子就会知道了 你看到这张图就会知道 板块的交界带有谁呢? 有中阳脊海沟新的折皱山脉 跟中阳脊海沟新的折皱山脉跟这里课本标给你看没有说的错动性断层为继 所以你看这张图你就会了解 板块交界带有这些 那么注意的重点是 板块交界跟地形交界是不一样的 有些地方是一样 有些地方是一样 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 感觉就是海陆交界嘛 对不对 这边是 那是有一样就不是啊 这样这边就不是啊 这边就不是啊 然后呢 这边也不像是海陆交界啊 这里也不是啊 重点是台湾不是 我们后面要教你 台湾不是这样 你要记得台湾的交界在哪里 台湾的交界不是海陆交界的地方 它跟地形交界不一样 就是一个金的话 板块交界带就是火山带 就是地震带 有很多地方叫做火山带 有金长班的地方叫地震带 有火山的地方不见得一定是板块交界 但这件事情国中没有交 所以国中是用背就好了 板块交界带就是火山带就是地震带 一些更多的细节内容到高中以后才会提 我们这边就记住 板块交界带就是火山带就是地震带 就是地震带是要记好 记好 OK 好 板块交界有分三种类型 聚合性 战略性跟错动性 错动性比较不重要 没有什么内容 聚合性跟战略性比较重要 聚合性跟战略性比较重要 你要记清楚 有分聚合性战略性跟错动性 好 来 待会就操这几个字好 在这边 就上面所显示的 一个叫聚合性 聚合性就撞一起 撞一起叫做聚合性 张略性就是分开 分开叫做张略性 错动性就是向左走向右走 错动性 这就是错动性 有这三种交界 聚合张略跟错动三种交界 OK 第一个要听不懂要讲的是聚合 聚合就是两个板块撞一起 然后我们来撞在比较聚合 它在表面上看起来 有陆地撞陆地 我们会教这个 欧雅撞一二 表面上是陆地撞陆地 表面上看起来有陆地撞海洋的 太平洋跟南美 我们也会提一下 台湾也是这样 台湾也是这样 还有国众没有交的 外表上是海洋 撞海洋的 马里昂大海溝 我们课本没有这个例子 课本没有这个例子 我们课本只有陆地撞陆地 跟陆地撞海洋的例子 没有海洋撞海洋 OK 陆地撞陆地 两个陆地撞在一起 挤压折皱 就会有形成一个折皱山脉 好 形成一个折皱山脉 OK 来我要 我要 我要 找到他 可是不晓得 他为什么不见了 出来了 好 好 来 我们讲的是 陆地撞陆地 好 陆地撞陆地 就撞 撞在一起 这个声音是表示有低震 因为它是金震蛋 然后底下红红的表示有岩浆 然后它不断地挤压 折皱 就会出现高山 所以刚才里面有个折皱山脉 有没有 有一个折皱山脉 有一个折皱山脉 那 红点是岩浆 红点是岩浆 它会有岩浆冒出来 它会有岩浆冒出来 OK 那 为什么它不让我到下一页折 然后呢 外表上是海洋撞陆地的 第一个它会有形成海沟 第二个呢 第二个 第二个 它会有一个火山湖 外表上是海洋撞陆地的 好 起 它这个下去的地方就是海沟 它下去的地方就是海沟 然后呢 同时你看它旁边有红红的 会慢慢冒上来 它就会形成所谓的火山湖 就岩浆冒上来 就是有岩浆冒动 岩浆冒动 岩浆冒上来 它会形成所谓的火山湖 昏洞斌 岩浆冒动 你脾气来 你可以脏 你脾气好吗 protocol 嘅 对 要快点 也有这种 고요 好 ridiculously 我 然後繼續 這是擠壓 他就會持續的擠壓 持續的活動 然後呢 這底下一點點小紅點呢 後來會提到半腰子彈 不會膠 根本沒有 有地震 然後因為是海底的火山爆發 因為是海底的火山爆發 所以就會騎了什麼 日本叫做海嘯 哇 這是加威力 好爽喔 好爽喔 好 這個叫做外表上是海洋撞陸地的 外表上是海洋撞海洋的 一樣會有隱墨 會有海溝 然後還有一個島湖 我們國中沒有交島湖 可是我會提一下 我會提一下島湖的事情 我會提 我會跟你提一下有關於島湖的事 好 海洋撞海洋 好 連聲音都是因為有關沉水有提震 然後它也是會有火層活動 所以有地震水會形成海嘯 海底火山爆發會造成海嘯 OK 海嘯 那時候日本翻過來的海嘯 經波 經波 然後 然後 然後它剛才會有島湖 島湖就是這個海底的 岩漿冒出來的 所造成的 好 好 好 國中沒有交我會提一下 好 冒出來 這是行成島湖啊 岩漿冒出來行成島湖 這是行成島湖啊 岩漿冒出來行成島湖 好,最後跟各位介紹一下板塊交界的類型,它大致所會產生的狀況 那有一些可能國中沒有交,但是我會簡單跟各位帶一下 就是跟各位說明一下聚合性的板塊交界情形,OK